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目标是要给他资讯 深圳型文章 你的读者对你的主题有了解 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要努力说服他说 他的看法是错的 你的看法才是对的 要怎么说服人呢 两千多年前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 说服人有三个层面 用希腊文讲就是 logos, pathos, ethos logos, logic,逻辑 用论述的 pathos, passion, emotion 动之以情 ethos, ethics 你是什么人 凭什么有你来说这些话 读者为什么要相信你 这门课我们会专注在论述的部分 情感和伦理的部分呢 会彰显在你的文章风格里面 只要你是诚心诚意地想要去说服你的读者 你的情感就会表露出来 而在写作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使用你的个人身份 或是个人背景 或是举一些你经历过的例子 这也就彰显了你文章的伦理层面 所以真的要教的就是论述的部分 生活中 我们大部分读到的深论型文章 的论述都很烂 我一开始教深论型文章的时候 我非常天真的想要从报章杂志找范立文 但是怎么找 没有一篇的论述是合格合理的 大部分我们读到的社论啊 政治论述啊 都不是靠逻辑的 都是靠后面两个 情感或是身份 身份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支持同一边 所以如果你支持这一边 你也应该这样想 这是一种身份伦理的论述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你如果出社会 写一些就是社论 或是深论型文章 你只要读者同意就好 那就算了 但是我们在学院里面 应该要学得比较扎实一点 所以这个单元会专注在 逻辑论述上面 好 说到很烂的深论型文章 我这边 讲义第 应该是第二页吧 对 讲义第二页开始 就找来一篇社论 你看到它是 China News 1991年的文章 这个是一个 如果我们等一下往下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 对着 没对到 OK 好 这是一个淡江大学的电机系的学生写的文章 然后 他文章主题是 就像那个PDF档案的标题告诉你一样 Have Taiwan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Taiwan学生是不是变成考试机器了 好 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们觉得讲的合不合理 第一段 In my view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i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Mei kwang yu xia On this island kids enter kindergarten at the age of three or four San si sui jing yu eren And then receiv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for six years Shao kue zai sang liu nian After this i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Then if you pass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这个是大学联考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go on for further studies 到目前为止 你们有觉得哪里有问题吗 我是不大了解啊 幼儿人是几岁开始读啊 我一直以为是四岁五岁 是哦 OK 好 所以目前为止那个书还可以 我们再往下看 It is plausible that the whole system is perfect But to me as a Taiwanese student It seems our education system goes against trend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也许这制度是完美的 但是我身为一个台湾学生 伦理诉求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 因为他自己是台湾的学生 他觉得我们的这个教育体制 跟世界趋势违背 这一段你们觉得哪里有问题吗 好 哪里违背 他这边提出他的这个论点 我们期待说他接下来会讲 应该是这样吧 我自己想到一个问题是 这个跟他的标题的关系是什么 他标题是台湾学生变考试机器 他这边说跟世界趋势违背 所以除了如何违背以外 我另外也会想看到说 这个跟考试机器有什么关系 这个都是我期待他接下来会讲的 所以我们继续看 obviously the entrance exam picks and chooses students separates them into lucky and unlucky groups 考试区分学生分走运跟不走运的两群 but is the examination the best way to separate students I don't think so those who fail the exam are viewed as good for nothing some of them will find jobs and some will go astray 有些人考不好找得到工作 有些人就会走歪道 歪门左道 偏离正轨 应该这样说 this leads to other social problems 而这会导致更多社会问题 好 这一段 你们有觉得哪边有问题吗 OK lucky and unlucky 这个好像跟考试的精神不大一样吧 对不对 考试的名义是区分 就是有学多少 或是消化多少 或是真要讲的话 就是你能够在考试上面 运用出来多少 当然有一点运气成分 但是通常我们不把运气 视为考试的主要标准 应该这样说 好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吗 他说 those who fail the exam 大学联考什么叫做考不及格 什么叫做考试失败 当然如果你考非常好 可以进台大或是比较前端的学校 但是你分数往下一点点 还是有学校给你读 再往下一点点还是有学校给你读 这篇在1991年写的 或许真的考太差就没有学校 那如果他这一段讲的都是没有学校可以读的考生 那所以其他人他就不去论述了吗 这个问题叫做错误的二分法 考及格考不及格 考上没考上 这样的分法太粗糙了 中间没有处理到 好 有没有其他问题 OK Some of them will find jobs and some will go astray 有些人找得到工作 有些人偏离正轨 这也是一个蛮粗糙的二分法 找不到工作不一定就是混混的 找得到工作也不一定都是善良分子 然后就像这位同学讲的 考试跟找到工作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考上大学 你就找得到工作 没考上大学 有一些还是找到工作 那有一些就找不到工作 这个关联也是有点弱 就是他跳得很快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 谢谢 然后他最后一句 This leads to other social problems 这句假如真的有人因此而偏离正轨 我可以接受说 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但是前面这些假设 都要再仔细去思考一下 我们再往下看 In Taiwan Juvenal Delinquency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台湾青少年犯罪率逐年攀升 The education system must take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好 这段你们觉得哪边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光这两句放在一起看 OK 合理 因为教育制度就是青少年要受教育嘛 所以如果青少年犯罪率攀升 教育制度要负部分责任 这应该没问题 下一段 Although the examinees are supposed to be judged equally In fact, some examinees have special privileges 所以说考生应该要公平对待 但有一些考生有特别待遇 If they are Taiwan natives Ren Zhuming Or have been through military training Sou guo junsi训练的 For example We students are raised in the 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So this practice of granting privileges to a few Is unfair to the average student 我们学生都是同样的教育制度跟环境长大 给某些人特权 对其他人不公平 好 这段有问题吗 好 为什么会不公平 他这边讲的 每一个学生都是同样的教育制度跟背景长大的 凭什么给某些人特权 他是这样讲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应该是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这一句应该不对 结构性的有一些族群的教育环境 或是个人生长环境 跟大部分人不一样 OK 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这一段的写法 政府会给某些族群特别待遇 他颁布这个政策的时候有他的原因 所以如果他这个作者要去讲说不合理的话 他不应该针对表面现象 他应该针对当初制定这个法律的原因 那回去看当初的立法精神 如果立法精神所讲的情况 现在已经不存在 那就不合理 或是不一定合理 但他光看表面的话 完全把这一整套看法都忽略掉了 我们另外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1991年 那个时候台湾的民主改革还在进行中 所以很多法律法条以及政府的行为 都还延续着戒严时期的那个精神 但现在来看的话 这一段是不合理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 他这一段跟这篇文章的关系是什么 他前面说什么 分出运气好运气不好的 然后什么什么青少年犯罪率攀升 然后这边又讲说有些考生有特权 请问这一切都跟他的主题考试机器的关系是什么 OK 有可能 有可能他要让读者深刻了解 他所看到的台湾教育制度 然后最后我们期待 他把这些线索全部都拉回 他的主题考试机器 希望是这样子 我们继续看 跳太快了 我们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 用人的财产来评断它 人追求高等教育只是为了工作保障 和更高薪水 成为金钱的奴隶太可惜了 或是换大陆说法成为资本的走狗太可惜了 这段有问题吗 光看这一段 感觉好像就是放在一起看蛮合理的 当然我们可以去怀疑说 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金钱导向的社会 但是把这一段放到我们前面看的五段 一起看的时候 好像会有点怪怪的 前面不是有一段说什么考不上的考生 可能有些找到工作 有一些就会偏离正轨 所以那一段的假设就是考试跟工作有某种关系嘛 就像刚刚陶学讲的 但是这边却又说 为了工作而考试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到底他是要就是减弱青少年犯罪率呢 还是他是要打破考试跟金钱的关系还是怎样 就是他到底想讲什么 没有一个统一主旨 然后我们还是没看到考试几期 我们就进到下一小节了 不过我也应该讲一下 通常报章杂志的社论 标题跟小节以及小节的题目 很多时候是编辑下的 不是作者下的 所以通常后 编辑给的标题是为了吸引人注意 未必真的是通篇的主旨 然后分段有时候也是编辑帮忙分段 所以其实如果你往上看几段 他已经到第六段了 那其实有些段都很短 应该放在一起是同一段的 但总之我们读到现在还是没看到一个主旨 基本上就是作者在骂台湾教育制度 就这样 好下一段 inability to analyze 不会分析 student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 学生是国家的动量 是很明显的中式英文 for this reason they must be aggressive intelligent enthusiastic and patriotic 因此 学生必须要积极 聪明 热情 爱国 很真的是戒严慈气的文章 but under our system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但我们的教育制度让学生变成考试机器 they are unable to analyze and solve new problems 不会分析解决新的问题 好这段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所以终于主题出来了嘛 考试机器 所以与之相反的 他举出来应该要能够分析解决新的问题 所以这看样子是他想要 让教育制度能够让学生做到的事情 这是他的目标 那请问这个跟刚刚提到什么什么 积极聪明热情爱国 尤其是爱国 跟这什么关系 难道就是你越爱国 你越能够解决问题吗 好像没有直接关系 然后如果他真正care的是这个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 那这个又跟什么 前面讲一堆有的没的有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金钱的奴隶啦 然后什么青少年犯罪律啦 什么 观点在哪里 看不太出来 我们继续看 看他会不会就是越往下读 就是把他连起来 因此应该要让学生有更多空间发展自己的心智与想法 而不是让他们死背一些公式跟答案 一句话成一段 请问你们觉得这句有问题吗 好像没什么问题 然后好像他也是承接刚刚上一段最后一句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一样就是还没有去连回之前的东西 好 我们继续看 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 就是你把东西 就是背诵 也是一种心智发展的方法 所以 在他这边讲的应该不是说不要去背东西 而是除了背以外 还有更多其他的教学方法 你可能发现 留下 jobbar 有几乎所有学生都戴眼睛 那个背语 多icas 箱 好 Stef Exam 功课考试让我们学生体力很差。 连空军都找不太到飞行员,因为大家的势力都太弱了。 好,所以请问这段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好,很多学生戴眼镜,也许吧,看个人观察。 读得越多,眼镜越厚。 他怎么知道? 这样的话,大学教授不都每个都瞎子。 然后他说,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 OK,是,没错。 但请问他这一段有在讲wealth吗? 他在讲考试吗? 这个必须要连续。 他之前说我们考试是为了取高薪什么的。 但是考试考得越好,薪水越高吗? 好像也没有讲这一段,也没有什么证据。 然后什么功课考试让学生体力变差? 大概吧,但是一样我想要看到它如何连起来。 应该不只是视力问题吗? 就是如果你天天坐着看,就体力会变差。 但是他没有讲啊。 然后什么空军找不到飞行员,这个就很屁。 对,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学生是社会最纯洁的阶层。 学生是社会最纯洁的阶层。 科科。 They are the idealists and are enthusiastic about everything. 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对什么都很热情。 你们有吗? 你们多热情自己知道。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wrong, they spare no effort in trying to correct it. 看到错误,绝对要去纠正。 OK,所以这一段有遇到问题吗? 有看到问题吗? 就他的说法,他的论述方式,这一段好像还OK。 问题是他没有证据,没有举例,没有... OK,他没有统计数据就算了。 他也不讲一段小,就是一小段故事说什么, 他的朋友们都很参加社运啊什么的,都没有。 他就直接这样丢出来了。 但其实他这段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操诺技巧。 看到不对的地方都要去纠正。 他其实讲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一篇。 他觉得这个很不对,他要来纠正。 但是就是一样,这段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说服力。 因为他没有提出什么,什么证据或说明。 下一段。 Keeping up with the world,跟随世代精神。 世界精神。 Take, for example, the demonstration at the CKS Memorial Hall in May 1990. 这个是野百合运动。 Those students eventually convinced even the president to accept their views。 连总统都被他们说服了。 This illustrates the point that students have also to be concern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where they live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这也说明学生必须要关切周遭以及世界事物。 好,所以这段终于提出一些证据了。 这好像是少数就是真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 是学生带头的社运。 OK,好。 然后因为野百合是说什么台湾的政治改革还不够民主。 所以也就连到所居住的地方以及全世界的走向。 所以这段还算OK。 下一段。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ere is deficient in other areas too, including experiential and natural education. 我们这边教育制度在其他地方也有缺陷。 Deficient。 包含经验与自然教育。 好,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启新的话题了吗? 所以它主要论述什么考试机器, 然后需要有解决问题能力。 然后现在又提出一个什么经验自然教育。 所以读到这边我的预计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就能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人是自然的创造物。 所以很自然地,人会想要更接近大自然。 一层不变的课本不应该是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 对不起,教育学生的唯一方式。 在森林或是海滩上可以找到神秘的事物。 大家自然不但可以教你物理、生物、地理,还可以教你音乐与艺术。 好,这一段你们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应该说你们觉得哪一句有讲到对了吧? 因为人是创造物,所以我们更想要接近大自然。 这个也是一个经典的逻辑谬误。 就是那个genitive fallacy。 就是有什么而来就会比较亲近它。 未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演化轮就不用演化了嘛。 呃,然后在森林跟海滩上可以找到神秘事物。 这个我相信。 尤其我是都市长大的,很多都很神秘。 但是他又说大自然可以教你物理、生物、地理、音乐、艺术。 一点点吧。 但你去森林去海滩你要怎么学,譬如说关于极地气候的知识。 所以即便有教我们一点点也不是一个很完整的样貌吧。 而且音乐与艺术我想要听他举例。 我们往下看。 Need to learn from natural world, 应该讲一下,great nature,大自然,这个是中式英文。 英文会说mother nature。 好。 Need to learn from natural world, 需要一个从大自然的人去学习。 In Taiwan, there is only one primary forest school, 只有一间三里学校。 The forest and the sea are the classrooms for those lucky students. They learn from the wild animals and the azure sea water. 他们从野动物与蔚蓝的海水学习。 I think this is real education. Students don't feel like they've been forced to learn. 好,这段你们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我还在想,到底要怎么从野生动物跟未来的海水学去学, 部里生物、地理、音乐、艺术。 然后他说森林学校的学生不觉得他们被强迫学习。 这我也有点怀疑。 好,然后即便真的可以从这个什么大自然学一些有的美的, 但是, again,如何拉回什么分析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文章都快结束了,我觉得他可能讲不到吧。 我们继续看。 This summer vacation, I had the chance to travel in Europe. I found people there not only live very well, but also with dignity. 我发现那边的人不但过得好,而且过得很有尊严。 In their countries, every job is viewed as a noble job. 每一份工作都是高贵的工作。 In their point of view, only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knowledge are going to apply to universities. 只有对知识有兴趣的人才会读大学。 Everyone has his own skill. Europeans don't look down upon the driver, the waiter or the street cleaner. 欧洲人不比是司机、服务生或者是扫街的工友。 这一段你们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对,他说他暑假去欧洲。 然后他就体会这么多,这么厉害。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他身为一名游客。 他假如真的去问当地人说,你觉得这些工作的人做得怎么样? 你觉得他们会说那些都是垃圾的人不用理他吗? 当然讲好话啊。 所以就像同学讲,我很难想象他如何得到这样的客观证据的结论。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这到底跟他主题有什么关系啦? 他目前为止讲了三个东西。 一,台湾教育制度很烂。 二,有森林学校,可以从大自然学习。 然后三,你看欧洲人都职业不分贵贱。 他真的能够在接下来三、四段就把它连起来吗? 我们拭目以待。 This value judgment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所以他说欧洲那个样子,台湾就没有。 好,也许吧。 那一样我还在想说这个跟我们的考试机器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Change the pressure areas,改变压力点。 这也是中式英文。 Pressure area,应该是按摩术语吧? 就是穴道。 英文穴道是用pressure area来讲。 To improve our education system. 中文穴语,他要提出正面贡献呢。 I think we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get into college and then make university studies more difficult. 入学更容易,但是大学课程越困难,越变困难。 As it is now, it's too difficult to get in. But once in,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s are lax, much like the situation in Japan. 现状呢是进大学不容易,但进去之后就很松。 像日本一样。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If we adhere to equal standards, students will go to great lengths to study hard out of fear of being kicked out. 如果我们维持公平的标准, 学生会努力学习以防被退学。 这段你们有看到什么问题吗? 我第一个看到的这个问题是,好,他有这个方法。 请问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他前面讲说什么,大家为了更高薪水去逐大学, 然后变成考试机器什么。 然后又提到森林学校,又提到什么欧洲职业部分规见。 请问这样的方针到底跟他上面讲的东西哪些有关系啊? 进去更容易,然后毕业更困难。 能够解决以上哪一个问题? 好像没有嘛。 甚至你可以说他恶化了其中一个问题。 他说什么,考不上大学的学生也许会偏离正轨,造成社会问题。 我想造成社会问题偏离正轨,应该不是考不上大学吧, 应该是没有大学文凭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毕业更困难,不就让所谓的社会问题更恶化吗? 当然这个是作者的逻辑,我也不一定同意。 当然我们就看到他自己在讲什么,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好,所以他解决什么问题不知道。 然后再来他论述方式。 他说我们现状进去太难,毕业太容易,跟日本一样。 请问日本的教育制度我们通常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还OK吧? 不是太烂吧?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说台湾教育制度很烂的话, 那为什么要挑一个普普的国家来比较? 那怎么不挑,譬如说,不要冒犯国家。 但总之就是有些国家教育制度比较烂,为什么要挑日本? 呃,然后他说,如果我们维持公平标准,呃,齐平的标准。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大家标准都很松。 他是说,有些学生的标准比较松,有些学生标准没有那么松。 但是他上面没讲这句,这个要推测出来。 如果维持公平标准,学生会努力学习,不被退学。 你们觉得会吗? 你知道我们系每一年都会有人被退学。 所以显然没有那么理想吧,就是什么毕业门槛提高,你就会好好读书。 有点奇怪。 应该是这样,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被退学。 所以你提高门槛只会让更多人被退学。 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想嘛。 对,逻辑有问题,你继续看。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set aside more of its budget for private schools. 政府应该播更多预算给私立学校。 非常赞同。 As a lover of knowledge, I deeply feel that the facilities in private schools are worse than those in public ones. 身为一名知识的爱好者。 所以这是伦理诉求。 他告诉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我深感私立学校的教育设施比公立学校差。 Our government officers should understand this fact. 我们政府官员应该要了解这一点。 这段有看到问题吗? 好,也许就是大学学生感觉不太出来。 但是就是如果到另外一边,譬如说当老师或是行政人员,比较有感受。 就是说,好,预算更多当然好。 但是你预算怎么用。 嗯。 他没有特别说要减少大学。 他只是说我们不应该鼓励不想追求知识的人去读大学。 有一点点差别。 预格上来说他论述里面没有去提说台湾有多少人想读或是不想读大学。 所以我们难说他要增加大学数量还是要减少还是不变。 但是他就说社会精神要改,不是说大家都应该读大学。 对。 我们可以说他觉得不应该就是大家都有大学可以读。 对,OK。 超过某一个门槛他就觉得太多。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这篇文章它意味着说超过某一个门槛就太多大学。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觉得门槛在哪里。 所以假如假如他觉得目前大学数量还可以的话, 那既有大学经费提高这个应该OK。 对。 有点细微了。 好,那预算怎么用的问题。 我自己也带过公立大学,我可以告诉你, 有些公立大学设施真的很烂。 那为什么他们政府给的钱都到哪去了呢? 研究经费,多聘老师,减少班级学生人数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个未必跟设施有关系。 跟品质比较有关系没错。 就是钱越多通常品质会越好。 但是跟教育设施本身未必有直接关系。 好,第十九段。 这个是最后一段咯。 我们以上所有的疑问我们期待这一段会解决。 对吧。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教育是国家的基础。 We shouldn't ignore the problems in our system any longer. At this juncture, we must reflect on this problem again. 我们必须在这个节骨眼再施这个问题。 I think with a good education system, we can carve out a bright future. 有个好的教育制度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光明的未来。 我不问你们你们觉得这一段哪里有问题。 我问你们这一段在讲什么? 这一段有在讲任何实质内容吗? 好像没有吧? 这整段都是口号。 教育国家的基础。 然后不能忽视问题。 要再施这个问题。 然后有好的教育制度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然后文章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读到后面还是不知道他提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或是他提出的解决方式是针对什么问题。 所以他标题下的很让人感同身受。 大家都经历过漫长的考试岁月。 我们也都觉得怎么那么多考试。 我们也常觉得说怎么人生都一直在读书。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要努力拨出时间才能去做。 但是他的,所以他的那个伦理诉求。 他是谁为什么要听他的? 这个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他的逻辑就很烂。 讲的就是,就刚刚讲了嘛。 问题跟解决方式没有兜起来。 然后很多解决方式没有说明。 很多解决方式也没有说明。 他就把一堆东西丢上去, 然后就希望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走。 所以也许你有发现我们刚刚在代读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单一段落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放到整篇文章的脉络去看的话, 才发现好像不太对劲。 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说cohesion,连贯性。 OK. Coherence,一统性。 整体性。 很差。 好,然后。 然后下面那个星号下面就是跟你讲说他是谁。 我们刚刚看了这段。 当时是淡江奠基系的学生。 好,所以这个是反面教材。 当你自己写出一篇文章在回顾的时候, 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今天看的这篇文章。 你的主题也许吸引人。 也许你觉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 也许你觉得你提出的方法很有效。 但是这三个东西有没有连起来。 你觉得很吸引人的问题是不是你真的提出的问题。 你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那些问题。 这个是写生论文章很常,初学者很常忘记的部分。 好,所以这篇文章还有想提问吗? 是。 如果是我写。 那第一步就是要从他丢出来的三大问题, 要选出一个来嘛。 到底是考试机器呢? 还是教育的范畴太狭隘呢? 还是没有,就我们教育制度很难培养出一个就是完整的公民人格。 就是那个什么社会尊严的问题。 所以要先挑一个问题, 然后再看说他针对那个问题的论述区块, 讲的怎么样,然后去把它补充。 如果他有,如果他,因为他大概就是刚好左栏就是针对考试机器。 中栏就是针对什么自然教育。 然后右栏就是针对什么人格尊严。 所以我会针对他,看他怎么写的, 有没有去解决他点出的问题。 没有的话帮他补充那些连结。 然后连结做好之后再把问题举例, 然后解决方式也举例, 这样会比较完整。 而且光这样写出来长度应该就比他长。 但如果要我重头写的话, 我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很值得去论述。 也就是也许,也许你们就是高中毕业不久, 或是说你们还是学生每一学期有期中期末考, 比较觉得考试好烦。 但就是毕业之后回想, 开始会觉得说其实也还好。 尤其如果你们之后工作是一个就是高压步调快速的工作, 你会觉得就是学生时代真的很轻忠。 你不要摁啦,我刚刚问说你们问题, 你每次都摇头。 好,这片还有其他要提问的吗? 不要变考试机器哦, 要设计更好的考试。 如果考试都是问上课讲过的标准答案, 这种考试是最低级的。 我自己的文学课程的考试方式都是开放式升论题, 没有标准答案,我是看你怎么讲。 那当然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调整方式嘛。 有些领域就是比如说法律学院, 就是要考你就是法条讲什么嘛。 但是你也可以有应用型的, 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个情况怎么样。 光用背诵的这个就是传统的所谓考试机器, 就是从这边来。 我说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一半。 好。 对。 那如果考题都是那种, 譬如说整个考卷都是是非题, 这个就很难免变成考试机器人。 另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你不要那么重视考试嘛。 课纲的配分上面, 考试的那个百分比降低, 然后你可以增加什么职性作业啦, 或者是什么学生作品级啊什么的, 或者是最后来一个口头报告也是一种。 我讲是这样讲, 那我的文学课考试也都是百分之八十, 所以。 但是我是开放式考试,不是标准大理。 所以大概就是从这两个面下手吧。 但真的觉得什么考试文化很严重的话, 跟教育制度未必有关系, 就是可能是教师训练啦, 或是课纲设计上面, 但是教育制度本身不一定要大劳阔辅。 有其他问题吗? 好, 所以我们看了反面教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我带你们看就是深论型文章, 好的要怎么写? 期待下探就是任何人要写的感觉, 那个不想做。 那我们知道吗? 你就会让我感觉到哪里, 我们感觉到哪里, 或是会让我感觉到哪里, 我们不想做什么, 就是和我感觉到哪里, 我们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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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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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来看圣诞琴文章的写作要点 这个是圣诞琴文章的基本结构 上学期我们写的文章我都说 我都是用那个叫什么 分点的而不是那个一二三四的 因为顺序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圣诞琴文章必须要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要记得读者都是线性阅读嘛 先读前面才读后面 所以你前面写什么 会影响后面的内容的那个说服力 所以一开始 引言必须要点出问题 尤其你要让读者觉得这个问题跟他有关系 他应该care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可以是第一段结尾 或是第二段开头 必须要讲出 这个问题 要把它能够分成一个就是要或不要 这么做或那么做 要有一个二分法 然后点出 你支持的是哪一边 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非黑即白 但是以论述的方式而言 你必须要能够把它划约成二分法 我们刚刚看了一篇文章 他也是试图这样做 但是他的切割的方式太快了 没有一个支持 所以读者未必认同他的切法 这个就是你的第一段要做的事情 尽量把它缩减成一个 要么这样子要么那样子 然后要清楚讲述你的立场 有些人就会忘记这一点 他会觉得说 你读我的文章就知道了 可是你干嘛让读者这么累 你一开始给他一个概念 他接下来比较知道你在讲什么 第三点就是你要去论述 这个我们下一张投影片会讲怎么论述 然后第四点 你的结论 其实就跟我们上学期 我的文章的结论一样 就是乘上旗下 上面做个摘要 然后下面 就是让读者觉得说 如果这样做 或是如果听我的 就会导致很多好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那些好的事或不好的事 当然要跟你的文章主题有关系 我们刚刚看那篇文章的结论 他也想这样做 可是他只是说 真的他就讲一个better future 美好的未来 结论不能只是抄我的投影片 你真的要讲出来是如何更好 好 我们来看怎么论述 每一个论点都应该长这个样子 首先你要讲出来这论点在讲什么 就是 这也是为了你自己写作上的方便 如果你一开始就点出你这一段的论点是什么 你比较容易不会去把几个论点混在一起 那读者读的时候也比较了解说 好 这一段你也讲的是这个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应该跟这个有关 明白点出你的论点在讲什么 好 第二点 这应该是深论文章最难做的一件事 你要点出另外一边的人怎么想 你要把敌人打倒 你要先有一个敌人 所以第二点就是你要点出你的反方 他们觉得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AI写的出来的深论文章 跟人写的出来的深论文章 主要差别就在这里 另外一边的立场如何去刻画 好 刻画完之后 AI写的就是其实就跟我们大部分人直觉似的一些吧 就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原因 因为第二个原因 因为第三个原因 因此应该要这样子 对 我们当然可以借有一些操作方式 让AI也去做这一件事情 但是要多下点功夫 这比较不直觉 你去刻画你的敌人 第三点 跟第四点也就会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如果你可以明确把对方就是拆解下来 然后提供比他更好的方法 读者也会跟着你走这个旅程 然后也会觉得 嗯 没错 你的方法真的比较好 如果你只是单纯说 应该这样做 因为ABCD 那尤其你的读者真的不同意你的话 他心里就会冒出很多反对理由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另外一边设限了 读者比较会容易跟着你走 好 所以刻画出反方之后呢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去反驳那一方的说法 如何反驳我下一章会教你 然后反驳完之后 为什么他们错之后 你还要另外反过来说 为什么自己对 人家错不代表你对 这是两件事情 如果你单纯说你对 读者可能觉得说 那对方讲的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单纯说人家错 读者可能会觉得说 好 他错 那你的方法有比较好吗 两边都要做 这个就是第四点 你要解释为什么你的说法比较好 好 我们来看反方怎么反驳 有几种方式 越前面的方法越快 但是力道越弱 所以第一个方法 人家讲错了 人家举的例子是错的 人家给的数据是错的 人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不对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快嘛 你就讲说为什么人家讲错了 然后你再讲出对的 然后你讲出来那个对的资讯 比较支持你这边 这比较快 但是这一点比较弱 因为一篇生论型文章 不只是提供很多数据证据而已 它背后有它的逻辑 逻辑背后有它的世界观 所以你把人家的例子拿下来了 但它的逻辑也许还在 它的世界观也许还很完整 因此就会有下面这其他三种方式 第二种回应方式 你讲的那些事实是真的没错 但是跟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主题 关系不大 刚刚那篇文章 是的 台湾考试很多 但是这未必跟什么什么 缺乏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不一定有关系 看你考题怎么设计 好 再来 也许人家讲的又对 然后又跟主题相关 那你就要讲说 好 但是那个重要性不比 我这边要讲的东西来的重要 所以比如说刚刚那篇文章 是的 大部分我们读书都在室内读书 对于大自然没有亲身体验 正确 而且跟教育制度设计也相关 但是如果他我们现在针对的问题是 考试带来的弊病 然后什么造成什么社会问题的话 多接触大自然 就会减轻考试压力 就会改良社会问题吗 关系不大 应该说那个重要性 不比譬如说 参加什么公益活动 或是去玩多人社团 来的这个重要 所以是相关的 但是也许有更重要的环节 要去考虑 好 但是如果人家讲的 又正确 又相关 而且很核心 很关键 怎么办 这个就是大绝招 这个要 要练习 这个时候严格上来讲 已经脱离逻辑的范畴了 开始动之以情了 就是你要去强调说 背后的价值相较 我这边的世界观 跟价值比较可取 你那边提供的世界观 跟价值比较狭隘 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 假设上一篇文章 他说什么 台湾学生考试考太多了 然后导致各种问题 假设我们都承认 OK通通都有问题没错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讲说 考试很重要 有运气的成分 但是比较没有操弄的空间 可能会导致一些 就是身心受损 但是有知识的 那个叫什么 公民才能撑起一个 知识经济体系 你经济体系发达 不够发达 大家都变成就是 蓝领工人 天天就是要干猪火的话 那个对身心的受损还更严重 所以 这边提示 去找 看能不能把那个柄画得更大 当然你多画出来的那块 都要归属于自己 不要丢给对方 这个就是要靠一点 这个就是要靠一点创意 然后表达出来的时候 要靠一点口条 或者是叫什么 要用一点文笔 去让 这个就是 第四点就是完全就是在 靠纯粹的说服力 你能不能让读者 同意你的说法 这已经没有太多的逻辑可言 单纯就是你提供的价值跟世界观 能不能去吸引读者站在你这边 那 第四点通常也就是 如果你开始跟人家有一个 非常充满知识性的一个辩论 不是吵架 吵架都是骂脏话 然后就是最大声的人就赢了 知识性的论辩 通常就是如果会一直吵下去 吵不停 通常就是因为第四点 因为这个没有逻辑证明可言 单纯就是靠说服力 如果你有兴趣去玩那个ChatGPT的话 你可以叫他写一篇生论型文章 然后叫他去反驳那篇生论型文章 然后再叫他去反驳上一篇文章 写到后面 基本上都会变成第四点的 就是那个交锋 你这样讲很合理 没错但是你如果我们考虑这个层面的话 长期影响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 如果你文章真的就是 另外一边的说法都回应了 只剩这第四点 可以做的话 那你就成功了 这就像是有人说什么 如果你写文章写到后来 就是每看过一遍都是拿掉一个斗点 不然就是把斗点放回去 那基本上你就写完了 一样 如果你想不到还有什么要加的 或是还想不到如何反驳 单纯就在玩这个 第四点这个文字游戏的部分 那你生论型文章就差不多写完了 好 讲完了 有要提问吗 结构 讲出来很简单 就是写的时候就很难 最难的地方就在于 第二点这边 如果你写的文章是你自己 深信不疑的价值 那要你去想说对方 为什么会相信相反的价值 这个其实很不容易 最常举的例子什么 养猫还养狗 这个比较简单嘛 大家都知道猫很可爱 狗也很可爱 那就是各有就是不同的特质 这好讲 但是如果 譬如说 关于死刑的文章 如果你深深觉得死刑很重要 要你去思考 为什么人家会反对 比较困难一点 是 这样说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好 谢谢 我顺便讲一下 就是关于举对方说法这一点 有两个基本认则 一 你提出来的问题跟反方说法 通通都要回应 你不能拉掉 然后二 尽量把对方的说法讲强一点 因为你刻画的越弱 读者越能感受到 你只是在立一个稻草人 而不是一个真的敌人 那如果 刚刚同学问的是这样 如果你把对方立起来 不小心立太强 怎么办 那就是要用第四点这招 他讲的通通都有道理 但是他没有看长期影响 没有看更大格局的影响 没有看说其他族群可能受影响 就如此类 你要把那个柄 画大 然后画大的部分 全部归在你这边 对 那 这个部分 你就不用去举说反方会怎么回应你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写一篇文章 你的结构只需要 你的论点只需要就是 人家提一个点 然后你回应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来回一遍 我自己是大学辩论出来的 我之前还开过英语辩论 没人来修被停开了 活该 所以我就把那个内容融入这边来 对 所以如果是在辩论场上的话 就会变成就是没完没了 但是写作的话就会有一个底线 因为就只是来回一次就结束 所以你刻画的再强大 都不会逃脱第四点的 那个解决的能力 那可以吗 对 那这个就是要练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单人设计 这么多的个人物谈 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开始写 也许想不太到 这个跟你的 这个深刻信念的相反的人会怎么想 或是讲出来了 但是你又拿不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物谈 可以去讨论的部分 好 所以 通常 做得到 做得到这一点的人 比较有 就是一般生活中的思考格局 也比较宽广 然后呢 也比较能够去看到 一个议题的多个层面 也比较不容易被洗脑 所谓洗脑就是 你打开电视 或是你看YouTube 你最喜欢的什么直播主 干嘛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立场 但是每一个人 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 就是我 这些资料我都看过了 你要相信我 如果你自己有看了一件事情 不同角度的能力 你就比较容易看出 那些提供你资讯的人 没有讲的是什么 你看出这一点之后 你才能真正去判断 你个人比较相信什么 而不只是说 你常看的那个人 告诉你什么而已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以前啦 看电视的时代 你应该蓝绿的频道都看你 才有那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其实不止如此 因为蓝绿他们两个都是政治活动 政治取向 但是也有很多面向是两个 大阵营不会去讨论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培养的是 你自己可以去想出 有哪些面向可能没有被触及到 然后自己可以从那个方向去找资料 去了解去学习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well 好啦 你们到了20岁之后 就是有投票权的公民 所以你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 你希望国家要朝哪一个方向前进 希望真的是你了解之后做的决定 不只是你所知道的人当中 哪一个讲得比较好而已 那政治参与当然不只是政党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人民团体 或是看一些什么社会运动 或是自己主动在社群媒体上面 将你所学 或是你发现没有人在讨论的东西 也散播出去 看有没有引起回响 这个就是民主参与的基本精神 不只是投票 一切的根基都在这里 你能不能看到人家没有讲的东西 好 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你们选一个 接下来你要写生日型文章的主题 选主题有一些技巧 因为你要记得 你要举出反方的人怎么想 所以我个人是不大建议 譬如说那种最根深蒂固的信念 譬如说什么家庭价值 或是什么 然后另外我也不大建议写死刑 因为死刑其实不好写 不是因为主题本身很难 而是因为主题太简单了 后面全部都是爬置掉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就是死刑在执行的过程中 不应该滥杀无辜 另外一方面 社会需要一个有嚇阻作用的惩罚 所以就是这两点之间 那个平衡在哪里怎么拿捏 所以讲到后来就变成台湾的什么 叫什么 死刑制度怎么设计 终生监禁制度怎么设计 然后怎么样 就变得很细节不好讨论 所以建议不要写死刑 但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写 可以是一个政治议题社会议题 也可以是就如什么猫还是狗 这种生活议题也可以 那就是鼓励你是你自己 真的有兴趣的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 你所选的主题没兴趣的话 写出来就会跟AI一样 好剩下时间交给你们去思考 然后可以跟朋友讨论 下礼拜你就要拿你的主题过来跟我聊 然后就会跟你聊说 你觉得这个主题好 然后你要怎么变成 二分法你怎么切 然后你站在哪边 然后你大概会讲哪些点 我们就一个一个上来聊 OK 你们可以讨论吧 跟上学期一样长度不限 你只要觉得内容有写完整就可以 我会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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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讨论吧